本视频由木叶忍村赞助播出 上回说到,柱子瞅准时机,几发手里剑朝卡卡西扔了过去 不偏不移的全部打到了她的身上 这卡卡西的身体就这样直直的飞了出去 正在柱子以为自己得手时,卡卡西早已用提身术躲开了 柱子知道自己暴露了位置,然后赶紧溜了 另一边的小鹰也跑了出来 跑着跑着,看到了路边正在看本子的卡卡西 还在庆幸自己没被发现时,卡卡西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只见她双手结印,一瞬间漫天树叶飞舞 小鹰也开始变得眼神迷离,精神涣散 等她清醒过来后,卡卡西已经不见了 一脸懵逼的她还不知道,自己早已经种了那卡卡西的幻树 随后她听到了左柱叫她的名字 开心的扭头一瞅,我得个乖乖 只见这柱子浑身是伤,身上还插满了苦无 受到惊吓的小鹰,一声惨叫就倒在了地上 另一边的左柱也遇到了卡卡西 这柱子也不跟她多逼一逼,掏出手里剑就扔了过去 卡卡西一个侧跳轻松躲了过去 紧接着柱子顺身到她身后,一个回旋踢 卡卡西胳膊一挡,一只手掐住了她的腿 另一只手又攥住了她打过来的拳头 却见这柱子轻笑一声,抓住空档 伸手就去够卡卡西腰间的铃铛 眼看着铃铛就要到手,卡卡西赶紧一个后跳才没让她得逞 卡卡西心里也是一惊,这柱子不会是这一届的第一毕业生 竟然也能和自己打个五五开 这时柱子双手迅速结印,一刀好火球朝卡卡西喷了过去 灯火散尽再一看,卡卡西早已消失在了原地 柱子赶紧保持警惕寻找她 突然卡卡西的手从地下伸了出来 接着一招新风沾手术把柱子埋进了土里 只剩下一个脑袋露在外面 此时灰灭的小鹰终于醒了过来 想起刚才见到的柱子,赶紧起身去找她 这跑着跑着一回头,看到了只剩一个脑袋的柱子 就再一次的吓晕了过去 另一方面,明人被吊在树上时,意外的发现了放在石头上的便当 刚准备要开开心心的偷吃时,就被卡卡西给逮住了 时间就这样到了中午12点 卡卡西和他们说 你没几个现在的情况,也没必要再回学校了 干脆就别当忍者了 三人一听表示很慌 明人更是气得哇哇叫 就因为没抢到铃铛,也没必要忍着都不让当吧 柱子更是二话不说,冲上去就要和卡卡西硬钢 然而却被卡卡西控制住踩在了脚下 随后卡卡西告诉他们 忍者之所以是三人小队,那就必须要团队合作 而这次演习之所以只有两个铃铛 就是为了引诱他们起内讧 只有不顾自身利益优先团队合作的人 才能顺利通过这次考核 说完卡卡西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下午会再进行一次抢铃铛大战 让他们赶紧吃了便当补充好体力 但是明人却不能吃 说这是对他想要吃毒食的惩罚 还说如果有人给他吃的话 就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然而卡卡西走后 看着饿得不行的明人 柱子还是把自己的便当递了过去 理由是下午要三个人一起抢铃铛 不想明人拖后腿 接着小英也把自己的便当递给了明人 但是因为明人被绑住了手 所以只能让小英喂他吃了 然而明人刚吃了一口 卡卡西却突然再次出现 因为三人终于意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卡卡西就给了他们合格 让他们通过了这次演习 并告诉明人他们 在忍者的世界里 破坏规矩的人是人渣 但是不懂得重视同伴的人 是人渣中的人渣 就这样明人他们三人 就成了卡卡西手里第一批合格的学员 明人他们正式称为忍者后 就开始执行起了任务 然而每天执行的任务 不是去捉猫 就是去跑腿 对此明人抱怨个不停 嚷嚷着想要接个大点的单子 三代告诉明人 现在他们的等级 只能接这种等级低的D级任务 但是看在明人这么积极的份上 还是交给了他们一个C级任务 任务是保护来自波之国的造桥大师达兹纳 护送他回国 并且顺利完成大桥的建造 就这样 明人一行人踏上了前往波之国的道路 原本像这样的C级任务 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然而明人一行人在路上 却遭遇到了两个乌影中人的偷袭 只见他们手持铁链困住了卡卡西 然后一用力卡卡西就没了 紧接着他们又出现在明人身后 此时的明人被吓得浑身发抖 根本无法动弹 幸好柱子及时出现救下了他 随后一个乌人扑向明人 另一个乌人直接朝达兹纳冲了过去 小鹰和佐助赶紧挡在了达兹纳身前 就在这千斤一发之际 原本已经挂了的卡卡西突然出现 轻轻松松的解决掉了这两个乌人 大吃一惊的明人再回头一看 原本卡卡西的身体早已变成了一堆木头 原来他早已经发现了这两个乌人 就用提身术躲在了暗地 观察他们的目标究竟是谁 随后卡卡西向明人道歉 没能及时出现救他 导致他受了伤 然后还说 没想到他居然害怕的动都动不了了 接着又夸了一下小鹰和佐助的应变能力 由于这两个乌人的武器上有毒 卡卡西告诉明人 必须要赶紧把毒血放出来才行 只见明人咬紧双牙 掏出苦屋戳向了自己受伤的手 给自己的伤口放起了血 并以左手的疼痛起势 以后遇到敌人绝不再退缩 此时的卡卡西被明人的气势深深打动 然后对他说 再不赶紧处理伤口的话 一会儿可能就会失血过多死了 随后在给明人处理伤口时 卡卡西发现 因为明人体内有九尾的缘故 他手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慢慢愈合了 给明人拔好伤口后 一行人就继续上路了 路上达兹纳终于说出了实情 因为波支国是一个岛国 为了交通和贸易更方便 他们要建造一个通往大陆其他国家的大桥 然而大桥的建造却触犯了 垄断了海运的恶势力的利益 因此恶势力的首领卡多 就派出了忍者 来刺杀达兹纳这个造桥大师 按说这样的任务 早已超出了C级任务的范畴 属于B级以上的任务 但是无奈波支国时代太穷了 达兹纳根本付不起高额的佣金 所以才谎报了任务的级别 说着达兹纳老头又开始了道德绑架 说没事你们可以放弃这个任务 只不过是我死了以后 我的孙子会整日以泪洗面 女儿也会一辈子记恨你们木月村罢了 卡卡西听完后表示很无奈 就答应会继续保护他 上岸后他们来到了波支国的领地 现在的名人是草木皆兵 听到草里有动静就以为有敌人 一发苦误就扔了过去 结果发现只是一只小兔子 这时树林里突然飞出一把大刀 从他们头上掠过后插进了树里 随后一个光榜子大汉跳到了大刀上 对于这个光榜子大汉 卡卡西并不陌生 而这个光榜子大汉也认出了卡卡西的身份 于是两人就开始了商业护吹 哟 我说这不是忍刀弃人众之一 斩首大刀的持有者 护引逃亡人者 号称鬼人的淘地再不斩吗 久仰久仰 再不斩回道 哪里哪里 阁下不就是独眼血轮眼 木叶白牙之子 传说中的靠屁忍者 亲目乌乌开马 失敬失敬 呃 我叫卡卡西 好的乌乌开 滚 我不 卡卡西深知 这再不斩不好对付 让名人他们保护好杂子那老头 自己也掀起了护额 露出了那只藏在护额下的血轮眼 准备迎接接下来这场硬仗 再不斩也不再废话 挑到水面上开始施展物影之术 渐渐的消失在了视野中 名人三人赶紧警惕起来 摆出万字阵守护着达兹纳 随后卡卡西爆发出强大的查克拉 吹散了四周的大雾 然而下一秒 再不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 突然出现在了万字阵的正中央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